戏剧節目女主角獎得獎的是 可嘉燕 想見你 克服年齡限制 述出明星光環 深刻詮釋一名都會女子 無法面對 我覺得2020 發生了很多事情 希望 現在開始我們每一個人都可以 多分享給身邊的人 多一點溫暖跟善意 謝謝大家 謝謝 最佳男主角 鏡子森林 姚淳耀 恭喜阿藥 我難過的是放棄的放棄愛 放棄的夢被打碎 忍住被愛 謝謝鄭文棠導演 謝謝你跟我一起創造了侯芳屏這個角色 謝謝你沒有放棄我 謝謝你一直相信我 謝謝你帶我來看這一片風景 恭喜金鐘舞舞市地後 各有搖群耀可嘉燕拿下 鄉見你則是最大贏家 獲得包括最佳戲劇 最佳女主角 最佳編劇 以及節目創新四項大獎 其實已經因為這部劇得到 得到很多超乎我們我想像的東西了 所以真的很謝謝大家 然後我覺得 祝福2020 謝謝 真的是太意想不到 謝謝 有你 阿爸又來一個了 今晚綜藝大熱門 恭喜 謝謝 能夠為大家服務就是我們的福氣 好嗎 對… 得獎跟沒得獎最大的差別只有一個 是 得獎可以脫口罩 脫口罩 歡迎收看綜藝大熱門 啊 提到 怎麼辦啊 這 我 對我第一次拿到金鐘 金鐘獎 而且還是主持人 那真的 我…我沒有在服辭耶 我… 在我們記憶的夢幻國度裡 誰都沒有離開過 而今年演藝圈漢視頻傳 劉真 吳蓬鳳 羅佩穎 小鬼黃紅生 相繼離開 觀眾無限懷念 這是終點站嗎 確定 我們最後一步了 拜拜 我們之後 滅足 採摩 採摩 採摩